中共病毒疫情還沒有完全的退去 但是加拿大尼亞加拉瀑布景區已經由人如知 年逾70歲的法輪功學員王金菊 和其他多倫多法輪功學員 常年堅守在這裡 向遊客傳遞著法輪大法的美好信息 加拿大尼亞加拉大瀑布 以其景觀獨特 氣勢磅礡而舉世聞名 街道旁綠樹長蔭的三角區內 一些法輪功學員伴隨著祥和的音樂 靜靜地打坐練功 亮黃色的上衣 舒緩的動作 在藍天綠草的映襯下 顯得格外爽心悅目 以來不少遊客驻足觀看 也有的參與其中 享受著這難得的平靜祥和的氛圍 一位年長但精神絕朔的老人 跟我們講述著他的故事 來到海外以後呢 我就經常能聽到人民說 哎呀 尼亞加拉大瀑布的遊客太多了 一年有幾千萬人 我這一想我就到尼亞加拉大瀑布去 講真相不就好了嗎 我就不用走世界各地 但是呢世界各地的遊客 能夠聽到我講的我的故事 講述大法有多麼美好 年過七十的王金菊 修煉法輪功二十多年了 他曾是專業籃球運動員 長期運動創傷 兩次癱瘓在床 我癱在床上真的是很無奈 也是去醫院找名醫名藥的 都解決不了問題 沒想到我修煉法輪功 完了我短短的七天我站起來 我站起來了 哎呀 當我站起來那一瞬間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當時就有了一個願望 就是讓全世界的人 都來修煉法輪功多麼好啊 多麼好 讓大家都受醫 從2018年開始 他就和其他法輪功學員 來往於多倫多於大瀑布景區 無論風吹日曬 天氣如何 他都堅持在這裡講真相 我們遇到來自世界各地的 他們來了 就是來了一看 哇 太好了 聽到我們講的真相 然後呢 再走進我們煉功 有的呢 他就覺得 我當時就感覺 我本來就是身體不太舒服 我到這一兩公怎麼就那麼舒服呢 它是很棒 我認為大家都應該嘗試 它是非常放鬆的 非常放鬆的 在景點講真相的過程中 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期間遭遇了很多中共特務的干擾和破壞 當地政府官員也因此 受到來自中領館的壓力 而不讓他們在這裡繼續下去 從那時起 它又和法輪功學員們陸續不斷地 與20多名政府官員講真相 獲得許可後 它和法輪功學員們 來到離大瀑布一路之隔的一片大公園 更便於讓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學練功法 之後我做到這件事 我感覺到很放鬆 有很多事情發生在我的心 我感覺到沒有任何 所以我感覺到很開心 和放鬆 它給你平衡的心 這是我學習的 這是我學習的 這是我學習的更多的 在我學習的 我今天學習了是關注和瀏覽 我認為是精神的一種很棒的 我們必須要做更多的時間 要在自己身邊 和自然和生命之間 王金局希望越來越多的世人 了解法輪功的美好 同時共同制止中共對法輪功 長達23年的迫害 不應該是被迫害的 如果人人都心裡裝著真善忍 你想這個社會有多麼美好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王婉晴 高雲林 林希 加拿大多倫多報導